佛羅倫斯 這個地方有人把它翻譯成肥冷粹 肥冷粹 誰啊?徐志摩 所以佛羅倫斯就是肥冷粹 肥冷粹就是佛羅倫斯 不要最後我們去機場才跟我說 你那個肥冷粹沒帶我們去 同樣的地方 佛羅倫斯就是肥冷粹 肥冷粹就是佛羅倫斯 佛羅倫斯 這個城市也是以前古羅馬人 他們所打造出來的一個城市 古羅馬人所打造出來的這個城市 所以這個城市就跟我們去看過的 所有的古羅馬城市一樣 旁貝古城一樣 都是井井有條的 城棋盤格的規劃 規劃的非常的整齊 所以基本上也不太會迷路 但基本上也很容易迷路 因為每一條大街小巷都長得一樣 所以也很會迷路 也是很容易迷路 當時這個城市 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要送給 你知道當時歐洲戰爭不斷 就要有一些兵去打戰 有些兵可能受傷了 有些兵可能年紀比較長了 不能夠再去作戰了 所以他們必須要安置這些人 所以當時的佛洛倫斯 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送給這些軍人 這些軍人的一個退休安居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生活下來 那當時他們希望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送給他們的這個城市 他們希望未來將來 會像這個 你看他們火車 星星巷龍百花盛開 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做 Flowers 所以佛洛倫斯 基本上就是從 Flowers這個地方 轉換過來的 這個地方 早期跟我們昨天去過的 波隆納是一樣的 其實早期沒有什麼工業 早期要嘛就是農業 要嘛就是畜牧業 就這兩種 那畜牧業呢 你說光是賣賣這些肉 牛肉、羊肉、牛奶 今天早上有人跟我說 牛奶有問題 這個可能我們喝不慣他們的牛奶 因為我沒有喝牛奶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去聞 真的是好像有點酸酸的 像有落伍嗎 但是我就直接就把他們經理叫過來了 我跟他講說 我有好幾個客人跟我說牛奶有問題 然後他就聞了也喝 他說沒有啊 這個就是牛奶啊 我說是嗎 可是有點酸 他說就是這個味道啊 可能是他們這邊就是這個味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靜觀其變 有怎麼樣你再跟我說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我有兩、三個人跟我說 如果他們怎麼樣 你就知道事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我有去跟他講了啦 那可能就是他們這邊 他們這邊就是 可能味道有點跟我們喝的 不一樣 不太一樣 像有些時候 我們到國外去喝牛奶 那去牧業大國 像什麼去什麼瑞士 瑞士連那個雞蛋 像有些人不敢吃雞蛋 有些人說那個雞蛋會有蛋味 可是瑞士的蛋 客人告訴我好好吃喔 我被客人洗腦之後 我也好想買雞蛋回家給我媽吃